Hello大家,现在是晚上的10点20分 现在外面的气温20摄氏度 今天的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 未来一段时间差不多都是这样子 18,19最高的一次,也就是21摄氏度 那白天最高温度也就是在26到28摄氏度的样子 所以哈尔滨的好时候来了 进入8月以来陆续气温会逐渐的降低 就没有之前那么热了 在录视频的时候也不会那么湿透一身衣服 所以今天是个简单的打卡 天气的好时候来了 但是昨天今天全哈尔滨市好像对于疫情的防范又继续加强了 很多的小朋友的课外课都取消了 然后车展都准备了很久之后 今天草草收场 今天好像据说是开幕和闭幕是同一天 伴随着国内蜀运的到来 然后全国各地都会陆续有一些零星的病例 最详细的消息大家要去看新闻看播报就好了 目前哈尔滨的状况就是大家又开始戴口罩 去到每一个商场这样的场所都是要扫码 然后还要测体温 感觉到最近几年疫情的反复带给人们的生活上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所以今天白天我也是赶紧出去理个发 害怕如果进一步严重的话 可能理发都要推迟很久才能理一次 今天聊点什么呢 又聊到了比如说一个人旅行也好 学习也好 到了欧元区 或者说到了欧洲一些国家 希望带一些包包回来 想要赚钱的朋友们 我觉得任何人找我来咨询 比如说我要不要买一只这样的包包回来 然后找你来寄卖也好 或者是自己卖掉也好 我觉得首先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给你一些价格上的参考 你打听到比如说这款包包这样的配置 在当地购买的价格是多少的 然后呢我可以告诉你国内市场上价格大约是多少 这样来做一个参考 那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还是希望大家要考虑清楚 就是这个包包有可能会卖不掉 是有这样的概率的 因为往往很多包包到了市场上之后 出了专柜之后 它是会有风险 会有波动 会有掉价 对不对 那如果一直涨 那可能这是拥有者会希望看到的事情 但是呢 有很多购买者是希望能在专柜外 拿到一些性价比更高的 至少会比庄柜价格低一些 在代购那里也好 或者是在二手店也好 能够拿到自己比较合适满意的包包 还是要说一下 如果是从我这里得到的参考价值 也只是很片面的从我的角度所观察到的 那未来的波动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料的 我给的参考价格也是仅供大家参考 包括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找我用图片来鉴定 如果不经手的话 还是会有概率看不清楚 因为同行之间如果拍照的话 可能知道怎么拍 知道要光线 知道要放大镜 对不对 那如果客人拍一些鉴定点的话 很有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我的要求 所以通过图片鉴定的包包 大家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预期 或者一个常识 有条件有可能的情况下 还是要让鉴定师 不光是我 让鉴定师上手来看一看 好的 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打卡 疫情又反复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戴好口罩 减少出门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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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